近年来 空气烧锅 炸锅 蒸汽清洁机等在内的小家电海外频频豁出圈 因物美价廉 提升生活幸福感而备受消费者青睐 而这些小家电大多来自同一产地 慈禧 浙江宁波慈禧被称为小家电之都 作为中国最大的小家电产业集聚区 该市有2000多家家电整机企业 近万家配套企业 经久银食是慈禧一年中最忙的时期 近日 记者实地探访了慈禧的多家家电企业 许多慈禧本土家电企业将目光对准海外市场 依靠稳定的品质与实惠的价格 稳步拓展企业的海外版图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今天一到8月份的话 按照我们海关的统计数据 已经有将近200个亿 大幅度的增长 大概在增长幅度在15%的样子 产品上面就是空气炸锅这块产品的出口增长幅度比较大 整个量的话 大概在已经超过35亿人民币 然后增长的幅度也是有30%以上的一个增长的幅度 我们针对家电这个行业 也是加强了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 也是帮助企业应对国外的一些经贸壁垒 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些技术性贸易的壁垒 也是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采访中 慈禧当地几家代表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比起国内市场 它们更看好海外市场 依靠良好的性价比和优质的服务 近年来 它们的外贸出口份额均在80%以上 发展态势良好 今年的销售相比前几年 我们还是外销还是有所增长的 因为原先的话 我们每年的外销是百分之七八十 占比我们公司来说 但今年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外销 这次去了以后改售还是可以的 因为有很多老客户过来我们聊聊 这形式还可以 特别是德国 我们目前将近两七万美金差不多的时候 据了解 慈禧家电企业坚守实业并持续精进 仅跟市场需求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 当地政府也不断地在政策服务方面提供保障 近几年 政府组织的企业海外参展和组团销售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慈禧小家电出口持续增长明显 我们主要还是靠着国外参展 去的多了你就提升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 那相对来说国外的好多外商也会找上门的 比如说每年去芝加哥展 然后你包括南美洲的像巴西 然后像德国的什么义法展 这些展会都要去 开发出来以后应该针对就是欧美国家的那种 他们的那种审美 而且在欧洲的话 德国的话比较喜欢现在我们这款像那个双锅 那两个锅的双锅的在欧美比较好 你比如说一边我炸个鸡翅 一边我要做个什么鱼类啊什么呀 你就可以分开 所以他这个现在比较受欢迎 一个说句难听话就价格也便宜嘛 对对对 还有产品资料还好 必须上去对不对 老的产品基础上更新嘛 你不懂 发布鸡翅金山 对不对